來了…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 這位魔術大來賓 製作單位非常好心 有準備大字報給我看 因為他的稱號實在太厲害了 根本記不下來 真的講不出來 念給你們… 還有這個 好多稱號 對 歡迎魔術師石田小白 是帶什麼東西啊 一開始 空空的 聽到聲音了 真的準備得出來 隔空 看出來 到處都是硬幣 我有印下好多硬幣 對 你們看起來很高 是嗎 是嗎 那麼既然有印象 有印象 會有印象 一 二 這邊有一個透明的 這是什麼 袋子 對 我們看一下 好 這邊有一個透明的袋子 來 我們的傑森 你給我眼睛看一下 有沒有看得過去 看得過去 它是透明的 沒有任何的東西 你看 OK 我放在這個地方 接下來我拿出兩張撲克牌 來 我們的傑森 兩張各式是什麼牌 撲克牌不要 我知道了 我知道是撲克牌 什麼頂數跟花色 方塊樂和梅花枝 方塊的梅花枝很好 好 注意看 這個檢查過的袋子對不對 我這個方塊樂跟梅花枝 對吧 只有兩張牌 我手上是沒有其他的撲克牌 沒有了吧 沒有 兩張牌而已 對不對 好 注意看 我盡量把速度放慢了 放慢 這個透明的袋子 梅花枝放在下面 看到嗎 看到嗎 看到很清楚 好 接下來方塊樂呢 方塊樂 放在上面 清楚吧 把它夾住了 對 夾住 所以袋子中間 就是牌子之間有沒有東西 沒有 完全沒有 除了袋子之外 對 袋子是透明的嘛 對不對 好 來 注意看 我把它蓋起來 很多人說這個時候 魔術時會動手腳 會偷偷把東西塞進去 移行幻影 對 所以我特別帶了一個 這個叫作夾子 對 我要把這兩張撲克牌固定住 像這個樣子 這樣子 好 注意看 像這樣夾住 看到嗎 看到了 好 所以你看 我這個夾子中間的兩張牌 裡面沒有任何東西 對 來 我們兩隻手 幫我抓著這個袋子 讓我不會動到它 是 對吧 好 我不可能把手伸進去 把牌裡面的東西換掉 裡面就沒東西嘛 對 夾住了 OK 好 注意看 接下來 好 張大眼睛 張大眼睛了 不要紮 對 你看我手 在這邊 手伸進去 伸進去 一 二 去… 什麼東西 好眼熟 紅色的 而且它是獲真駕駛的鈔票 紅色的 謝謝 它就在這邊的一個 感覺像畫的東西 對 有沒有知道是什麼 萌娜麗莎的微笑 錯了 還好你不是魔術師 對 畫畫的價值 對 這個跟我們的小學堂 有點關係 非常有關係 今天特別的準備了 好 來看一下 好 老師 這個是我在家 對 我在家特地為了小學堂 特別去把這個拼圖 然後一片一片拼上去 好感動 對 感動 好有趣 喂 但是好像發生了一件事情 不好意思 對 對,這個跟大家道歉一下 我本來今天準備好了 結果在開車的途中 剛剛拿出來變這個樣子 掉了一片 又掉了一片 怎麼辦 以我聰明才智 我最棒的一個處理方式 就是再去買很多片來 對…很多片 像這樣子 可是要重新拼了 對,要重新拼了 對,要重新拼了 來,我們 你容安過來一下 來,你手伸進去 隨便選兩、三片出來 因為它很多片 其實我也不知道哪一片 還是對的 伸進去…隨便 三片 來,你給大家 給鏡頭看一下 對… 你放在桌上好了 放在桌上 攤開給大家看 它是不是每一張都是不一樣的 對,都不一樣 不一樣的 不一樣嗎 不一樣嘛,有藍色的 對,有藍色、有紅色的 這一張,你看 因為我發現一個困擾 就是我買回來的 可是我要拚的時候 發現這麼多片 不知道怎麼辦,你看 還要花很多時間耶 誰瞎猜 所以最後呢 我決定用我 LV3的一個 超能力 心靈操控 直接來操控我們的 傑森好不好 傑森 來,傑森,來 老師,你不可以操控它 去做壞事喔 不會 不會 我們只能做好的事啊 因為他剛剛選他為什麼呢 因為他剛剛做那個動作 我跟他有感應 好 來,傑森 我需要你聽我的話 我待會兒會操控你 你就放鬆就好 然後你要從這個 一、兩百片的拼圖裡面 選到正確的這一拼 你可以嗎 好難哦 你要說 你做不到 我才可以幫你 太好了 傑森 你稍微手 抬高一點 再高一點 再高一點 好厲害哦 厲害哦 A-ROR3 A-ROR3 好 裡面有很多片對不對 我剛剛的指令是什麼 你放鬆心情 我要灌輸你 等會兒挑中正確那一片 那你要放鬆 好不好,我手再高一點 這樣 好,很好 眼睛閉上 接著從裡面 來,袋子裡面 來,放鬆哦 隨便的挑一張出來 任何一張都會一張就好 我再操控拿它囉 好 好,你要不要換 不要 你可以改變你的心 好 不要 來 好,來 姐姐,眼睛張開 張開了 你從裡面選了一張 我有沒有強迫你 其實有 心靈超重 心靈超重 對,這個很棒 然後你選了一張 給大家看一下 拼圖是什麼 有紅色的 任意了對不對 任意了 形狀 手好像很像 我不知道像不像 所以這是你選的對不對 現在我不碰你 因為我一定操控了你 對吧 我現在要你自己 試著把這個拼圖 看能不能拼回去 好不好 來,注意看 來,我不動 真的嗎 會 會嗎 好 謝謝大家 我們是小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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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